結束一小時的閉門會談 中廣董事長趙紹康還能笑著送客 但受訪時有些話不吐不快 要徵召的話 就是你早就應該徵召 我說你拖到現在 事實上民調已經低下來了 那你就徵召吧 不要把我放到裡面 講的是依照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親自來辦公室拜會 表達黨中央對2024總統人選 才徵召立場 一向主張辦初選的趙紹康 把醜話說在前頭 至少北中南辦三場辯論會 如果那樣我就參加 你不辦 我辦 只是國民黨可沒有內耗本錢 又整合的除了趙紹康 還有動作頻頻的郭台銘 朱立倫正時有見郭台銘 那侯友宜呢 朱立倫台面上沒說的 其實上週同時也見了韓國瑜 畢竟另一頭的挺韓勢力蠢蠢欲動 韓市長這些會不會 所謂的納入內參民調 最強的或者說大家都覺得說 他有機會可能出來要選舉的候選的 我們都會把他納進去 那當然包含韓市長 時隔一天 覆蜜江俊庭全清 主席和韓市長有共識 支持黨的主要候選人 對於韓市長納入內參民調 並無討論 看來國民黨要徵召最強母雞錢 還得先安撫各方勢力 畢竟要有共識才不會勝勢 靜雄 航星亞人敦採訪報導